时尚无难 接下来出场的选手 时尚无难 来自北京市体育局 他们的表演曲目是 第三号交响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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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无难 第三号交响曲 在他们的滑行过程中 现场观众是几次 响起了掌声 赏心悦目的一对组合 男伴们的男伴和女伴的身材都是修长型的 所以做起动作来非常的漂亮 舒展 其实第三号交响曲这样的一个音乐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合适的 因为不像其他的比较快版的音乐风格 相对于中国选手来说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这样慢节奏的音乐风格相对来说好展现一些 可以在旋律当中去展现你的舞姿滑行 你的舞步 所以整个表演看上去是很舒服的 而且这对选手的动作也非常的舒展 在滑行上不管是托举还是接续布都没有很大的硬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尚无难他们组合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里进步速度非常快 今年的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他们是拿到了兵舞成年组的第三名 分数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其实兵舞不同于双人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托举动作 我们会看到双人滑托举动作是可以过肩的 但是在兵舞当中 你的托举是不能太高 不允许过肩膀 而且托举的时长也有限制 短托举呢不能超过7秒 联合托举是不能超过12秒 如果超时的话 只有一执行分上就要扣掉一分 而且在节目编排上 他们的舞蹈托举必须是三个不同类型的托举来构成的 如果要是使用联合托举的话 那短托举的类型也必须跟联合托举当中 两个托举的类型不尽相同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会看到三种不同类型的托举 都会编排进去 学上无南 自由舞得分97.3分 在自由舞中排名第一总分151.81分 三种四倘型的维柄 集ekás